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特朗普陣營的反攻好角 終於都響起了 在香港時間今天凌晨時分 賓州法官麥卡洛作出一個劃時代的判決 他頒領要求賓州政府官員 不得進一步繼續認證 今屆總統大選的結果 換言之 拜登陣營滿以為已經帶落袋的20張選舉人票 現在是中空保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賓州法官麥卡洛在他的班令當中就這樣說 他就說如果賓州政府是需要進一步行動 來完成今屆總統大選的結果認證 現時就是被初步禁止 一切都要等待 在今個星期五舉行的法院聽證會結束以後再作決定 實情這位麥卡洛法官 他就是在處理一項訴訟時作出這個班令 原告人就是以眾議員Mike Kelly為首等8名共和黨人 至於被告就包括了賓州政府 民主黨籍的州長旭爾夫 州務卿波克雅爾 以及賓州議會 原告人就控訴 說州長旭爾夫在19年10月31日 將郵寄投票77號法案 簽署成為法律 而他們就指控 說這一項的法案是違反了賓州憲法 換言之特朗普陣營在這個官司上又贏了一仗 而且這次仍是一場相當重要的勝利 起碼來說 拜登陣營以為已經代了落袋的那20張賓州選舉人票 現在就是要吐出來 當然這位賓州法官麥卡洛他所作出的班令 令到民主黨方面是非常勃然大怒 民主黨人方面 就猛烈地評擊這一位法官 說他的所作所為 是在美國近兩個半世紀歷史上 都是前所未見的 過去從來都沒有任何一個法官曾經發佈過命令 去干涉州政府 認證總統選舉結果 當然他們又針對這個麥卡洛法官的黨籍來 大做文章 又說他是共和黨籍 所以就編幫了 實情就算民主黨那幫人的 批評是屬實也好 更加證明了 這位麥卡洛法官所作的決定就是我所說的劃時代 而且人家正正在守護著良知 和捍衛著公義 我又不認同這位法官是編師 他只是說要召開法院的聽證會 那你就等那些提出選舉舞弊行為指控的人 去提供一下證據 如果人家是證據不足 拜登陣營也沒有影響 當然如果人家是鐵證如山是證據確鑿 這就另一回事 所以正正要召開聽證會的原因 人家又沒有直接 叫州議會來自行產生的選舉人 凌駕了11月3日的普選票 人家沒有這樣做 人家也是叫開聽證會 我又不認為怎麼編師 昨天除了賓州的法院作出了這個判決以外 還有在賓州的議會 也舉行了一場聽證會 現在我們一齊看看情況 在聽證會之上 特朗普的私人律師 朱利亞尼 和有幾名證人 都是作出了這個供詞 朱利亞尼在聽證會上公稱 在賓州的選舉過程當中 有很多名的共和黨籍監票員 被禁止對於點票程序 進行任何有意義的監督 朱利亞尼還提到 在賓州的其中幾個縣 當他們的點票站 收到郵寄選票的時候 根本上沒有經過任何共和黨監票員的監督 已經 拆開了那張選票 他就提到 說其實監督一張選票 就是那些郵寄選票 就只有一次機會 一旦 你將那個 信封和選票 分離了以後 基本上就沒有辦法 再進行 驗證工作 另外還有幾名共和黨的 監票員 是作工的 其中一名 就叫做 Kim Peterson 他就提到 在廢城會議中心的點票站 進行監票工作的時候 他們就沒有辦法進行得到恰當的監票 原因是什麼呢 原來這個廢城選舉委員會 就在那個點票站裏面 將那些監票員 和點票的工作人員分隔 分隔就分隔 竟然間就是分開50英尺 所有的監票員就被隔開在那個圍欄的後面 那你如果說到50英尺 你猜那些這樣的監票員是有千里眼嗎 完全是離題的 如果你是沒有做任何選舉舞弊行為 你是光明正大的 其實你就不需要懼怕給別人看 不用隔50英尺 你就給他近距離看 夠了 你不是 你現在隔這麼遠 現在就爭論什麼都沒有用 這些就叫做瓜田里下 那些點票人員點票工作也是你安排的 人家的監票員也是被你這樣隔開的 你自己都不懂得去避嫌 那還說什麼呢 共和黨的監票員不去質疑你 他才有問題 而且人家不是說生安白做的 人家的確在票站裏面 看到有很多不尋常的問題行為出現了 在聽證會上也有人提出了一個不尋常的數據 就是什麼呢 在點票的過程當中 在其中的90分鐘裡面 拜登的選票是出現了不尋常的激增 在這90分鐘裡面 拜登就得到了60萬4000張的選票 特朗普只有3200張 其實也很奇怪 大家都知道 那些各州的點票情況 都是有這麼慢的 你突然之間有90分鐘是爆升 你零頭那些不要計 當你90分鐘點60萬票好沒有 就算你有點票機 一分鐘也要點6600多票 你有沒有那麼多人手 有沒有那麼多機 大佬 賺下去的那部機都賺不及了 真是煩惱的 你這些是不是 繁駁 是不是會令人懷疑 你懷疑你 你突然之間爆升 人家是不是會懷疑你 是不是灌票 搞什麼動作 接著就再講一下 那些共和黨籍的監票員 提出了 第二項的 作供 這項其實也是很離譜的 那些共和黨的監票員 在廢城的點票中心那裡進行監票 當時 廢城選舉委員會有些工作人員 就告訴這班監票員 有大約五千多張的選票 那些郵寄選票 由於是損壞了 所以不能夠被電腦點票機 讀取到那個選票 究竟是投給哪個候選人 於是就要將這些選票 進行複製的工序 如何複製呢 就是將一疊空白的郵寄選票 派發給那些點票工作人員 然後 其中一個人就在那裡唱票 就說 這一張是投給拜登的 這一張也是投給拜登的 另一個人就拿一支黑筆來畫 使得那個點票機能點到那張票 問題就是 在進行這個工序的時候 竟然間那些監票員事先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有人問 這些選委的工作人員才肯說 而且當時 這班人根本上 就被隔到很遠 看不清楚 究竟你在做什麼 複製選票的行為 你正在說拜登 實情那個人是否投給拜登才行 你就是做這樣的行為 你那裡說五千多張票 而且人家說最少五千多張 作工的人說實際數量可能會更多 糟糕 你說損壞 究竟是否經過共和黨的監票員核實 那張票是無法輸入機 還是你自己說的 你說這些那麼離譜 你怎麼可能自己 私底下去複製選票 你起碼把問題的選票 讀取不到 你就抽起一疊出來 到時候找了兩黨的監票員共同望實 來人手唱票 行不行 你不是做這些事 你自己去畫 那用什麼頭 正式就是多什麼 除了朱利亞尼和幾個證人 有在聽證會上進行作工以外 其實特朗普也通過了視像通話 出席了這一場聽證會 特朗普就說 今次的大選被人做了手腳 是一件非常令人難過的事 他們絕對不能夠被這種情況發生 特朗普還提到 在賓州的共和黨監票員 被那些選舉工作人員刁難 不讓他們進行有效的監票 綜然獲得了賓州法院的班令 被准許進入點票站 但是 都好像在看棒球比賽一樣遠的距離 進行監票 他形容得真是生鬼 特朗普還說 如果你是共和黨的監票員 那些工作人員就會把你好像當作成一隻狗來看待 但是民主黨人 就沒有同樣的問題 這些就是粗暴的戰術 正正在賓州裡面發生 這個不是美利堅合眾國裡面應該發生的事 他說 每個人都應該明白 為什麼自己會身處在聽證會裡面 為什麼 大家都會對這件事 這麼揭進全力 而特朗普還重申 說他們在這次的選舉當中 是大獲全勝的 他們是獲得到超過7400萬張的選票 在大選之前 是沒有人認為有可能發生的事 當然 這件事是值得他威風的 因為從來 都沒有任何一個現任的 總統去競逐連任的時候 是拿到這個選票的 是沒有的 當然你說拜登現在說得到接近8000萬票 那個到底是真還是假呢 是有多少是堅定是流的 有沒有水份在裡面就要查 特朗普是值得威風的 7400萬票 多過列根 當然 現在州議會就進行了聽證會了 法院的聽證會就說會在星期五舉行 希望 繼續有這個好消息傳出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